长生与小胖撞车 你敢信 长生孙上香 竟然细节拿捏小胖 小胖蓝灵王 被打成了0-6 游戏结束 小胖还被队友嘲讽野王 那么长生是怎么玩起来孙上香的 选英雄阶段 因为队友说自己不会射手 看到队友常用是中路和辅助 长生主动让出来位置 白打一把射手 就是这胜率有点感谢 我的射手胜率还是很高点 长生也是从弹幕 才知道撞车了小胖 表示这一把 不得被小胖掏烂 直接上强度 真是小胖 真是小胖 我操兄弟 小胖还给我算强度了 我操玩哪里玩吗 胖 我操你打吗 你也给打吗 不要啊兄弟 我操你打了 既然知道撞车了小胖 那么大家公平一点 让小胖也知道 撞车了长生 开局小胖就表示 要针对一下长生 上一趟是长生 针对一下 到时候针对一下 然而本来就已经很慌的长生 知道有人已经通风报信 孙上香是长生更慌了 到底是谁的通风报信呀 你把孙上拉走 我们常在一起 不要通风报信呀 这样我压力本来就很大的 我现在压力更大了 这一局掌声对线黄忠 一级抢线抢步抢得过黄忠 也不知道 咱就说边上一位顶射 就不能动嘴问一下 看压力一级打了过黄忠 可以试一下 虽然我ID不叫压力 这边线还没有清完 队友给信号沈梦西上来 长生赶紧拉回到塔下 但是又不想亏兵线 硬是吃了黄忠和沈梦西的伤害 长生虽然对孙上相不熟悉 手法欠缺 但是意识还是很强的 早就预感到 小胖要来抓他 又预备了一个护甲 这个细节直接拿捏了胖黄 然而这一波小胖对自己的伤害非常有信心 一套下去加上黄忠补的伤害 长生这一波必死无疑 四分半上路与黄忠交 长生忧郁盼到小胖的到来 边打边往后拉 对面发育路组合有点上头 被长生加支援来得小桥收下 这一波过后 小胖还没有打算走 准备应一下长生 但是长生已经猜透了小胖的心思 把小胖给嗅到 我们在一小胖的视角 看一下小胖的操作 是如何被长生给骗了 虽然说长生这一局打得很好很细节 但是主要的节奏还是靠打野哪吒 八分半长生这边打到了对面野区 小胖带完线之后绕后 结果被小乔二技能预判击飞 长生跟上伤害 收下小胖 十分钟长生这边打爆军竟然被小胖抢到了 长生这边下路带现 又预判到了小胖的动向 必然要来红区蹲一波长生 赶紧叫上队友过来 果不其然 小胖真来了 是送人头来 红区来看我 我们在一小胖的视角 看一下小胖的想法 小地图看到长生视野去红区 小胖是第一个时间赶过去 导致游戏这么快结束 也是因为小胖 小胖竟然集合队友抓单带的哪吒 结果直接炸裂 被打了一波零换三 队友质问 为什么要打哪吒 射手来了据问野王 对不走 哇好猛 哪吒怎么上来这么高 哇 扎哥 我该抓你了 扎哥 回来 谢了谢了 因为小胖的决策失误 游戏很快接近尾声 长生这一局 不但没有被针对到很惨 反而是把小胖细耍得不轻 而且这一局的战绩也是非常好 打出7-1的战绩 是敌方喜啊兄弟 赶快点 打出7-1的战绩 不拉三只都交死了 强 烫 他没闪啦 他没推肉厂的 不是 他针对我先啊兄弟 等一下 他挤干减 0.6度